好了啊 大家好 我是说明 现在是3月5号的中午两点多吧 很久没做视频了 又有超过个星期吧 超过是吧 那么这视频就简单的说几句吧 那么盘中开一看 现在就说大盘啊 现在反弹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吗 在这个位置啊 之前是在这位置已经啊 断掉了吧 等下 是这个位置嘛 后来下来到另外一个位置 而这个位置是之前的 这个地方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这个防线目前是稳住了 这里非常好的一个防线嘛 今天稳住了 等下再来这里看一下 ok 然后呢 就这里视频要我讲 讲一些东西就是关于如何应对这种市场情况嘛 那我说一下我的一些看法 然后是今天关注了 那目前当天今天关注的股票有这些吗 主要是集中在医药股 民生必需品 还有发电工业跟通信嘛 然后呃 等一下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是我今天所关注的一些中长线的股票 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把这个视频暂停一下吗 这几个吗 各个板块是一个板块的 这是我今天所关注的 今天的话主要是集中在 呃 民生必需品 就是中间这个叫consumer stable 比较多一点吗 在这个地方吗 还有就是呃 发电也比较多一点 还有就是healthcare 不错 嗯 这几个 还有通信 通信主要是facebook 呃 AT&T 还有TMU 是这三个吗 呃 这些股票 我觉得特别是consumer stable啊 可以留意一下 然后医药股最近表现得不错 医药股啊 很多想什么UNH的 但是UNH的价格有点偏高了 啊 对 好 我看一下 好像GDX CNC也行吧 CNC也ok 对CNC也其实也ok DGX也CNC 然后 就是这个倒垃圾之前讲过那个 WM 是waste management 那个讲的已经挺多了 然后这个是RSG是跟他很类似做同样一种东西的公司吗 啊 最近 也逐渐开始赶上来的 ok 那我就先看大盘情况嘛 然后说点新闻的东西 现在大盘就很明显在这个位置反弹 反弹了 然后现在就是逐渐往上走嘛 现在估计今天 今天继续往上走 往上走 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说的 啊 非常非常清晰的旁边嘛 很好看 然后其实我觉得最近主要是一些科技股价很多 像苹果特撒加的非常多嘛 啊 像什么 凡是ARC基金里面的很多股票都降了非常多嘛 我看一下ARC最近的股票 哇 今天还是这样的2.9% 是吧 特撒还降了很多 然后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位置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这个ARC基金的位置在这里嘛 是在今年的就是2月份开始的这道 这里有个比算是一个之前有多次反弹的位置嘛 那么今天的话 也是在啊 最近狂见爆章之后第一天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尾盘的反弹嘛 你可以看一下在这里尾盘反弹 那旁边跟特撒很像 几乎是一样 因为特撒占他的 这个股票的比数很大 哇 今天特撒加的5点几 大家看一下 这是特撒的盘面嘛 就是说基本上从之前的一个最低点嘛 就是在2000年疫情爆发时的最低点 3月份开始涨嘛 当时是70几块 到了最高分的时候差不多10倍是800多吧 现在就在刚刚好在这个位置 刚刚好在这个位置嘛 就是算是一个 算是有点类似中长线的一个特撒位置 但是如果要是问我 嗯 这现在可不可以进场了 我觉得要进场也是小量进场 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日线的一个关注点嘛 日线在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就一直往下走 现在到一个稍微中长 有点类似中长线的位置嘛 也就是说之前的话是在第一个位置 现在是到了一个下一个下方位置嘛 嗯 那就我个人想法如果要买的话 是小量进场 更保守的方法是刚去年根本就不要进场 是等到下周 就是下周一看看会不会反弹 一般来说最保守的方法是等到他有个反弹 也就是绿色的candle 出来吗 现在还是没有 现在就是稍微今天确实 啊 今天是属于那种反弹点嘛 就理论三家比较适合小量进场 因为他可能还有可能继续往下走嘛 啊 现在价格稍微好一点了 之前价格太离谱了 现在稍微好一点点 然后对基本这样子的哈 我看看现在美国的这个彭博的新闻 现在是说疫情的发展挺好的 啊 现在是平均每天有 我其实我平时没几乎 我几乎每天都有查嘛 就是一天大概有多少人打疫苗 现在平均已经达到一天有200万 他这里是起 以这个速度的话 大概是六个月可以可以达到免疫吗 就是就是cover 75%的人口吗 with two doses 其实有的时候其实一个一一针其实基本上就ok的 但两针的话更好嘛 其实一针很多现在fizer的新闻是说好像一针其实基本上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但他之前六个月 也就是如果是按照目前这种速度再200多万的话 可能还不需要六个月 也就是说可能只要五个月左右就可以达到全体免疫的嘛 所以美国现在这个疫苗的速度非常快 非常的快 彭博社的首页这里是说今天我是因为这个job report比较好一点 其实老实讲 其实如果单纯从买股来说 其实这个新闻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我觉得我只要我跟他说一下 理论上还是没有什么太多意义的 这个新闻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好 这个方面没什么东西的 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目前只关注这些股票 我把一个个捏起来 所以大家有兴趣看一看我个个捏出来 第一个是horizon 是吧 我来着旁边是最近这几天吗 大家都知道巴菲特在这里杀进去 巴菲特的伯克希尔杀进去吗 然后现在又在这位置反弹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支撑点非常非常的强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长线都是养老鼓吗 养老鼓就是养老鼓的一句话解决了 旁边非常好 我可能等下也杀进去 这是verizon 这个是tt的话可以注意到 大家注意到在这最近这个星期 他的交易量很大很多买家在这里吗 就是这里是一个不错的价位做长线人 现在股息是百分之七年级 大家看看今天又涨了百分之二点四七的 最近不是股市报价吗 大盘什么很多科技股报价吗 但是AT&D大家看一下 反而是相反不断的往上走 而且呢量也很大 所以说这里有机构投资人 这里都很感兴趣吗 所以这个股票的话是很适合长线投资的一个股票 下一个是CHGIS 这两个都是名声必需品 都是跟吃有关的东西吗 没有什么太多我觉得可以提的 就是旁边都不会给大家看看旁边吧 这我前几天买 现在价格其实我觉得有点高了 算了 如果除非就长线 如果说是中长线多交易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价格有点偏高了 我前几天就已经买进去了 还有是GIS也是很类似的GIS 我也是昨天买了 我今天我等下回家吗 下个是RHIS是倒垃圾的 就是处理垃圾产吗 我估计这个价格有点偏高了 不是 等一下 我不知道啊 现在好像涨了点多了 最近我都有关注这个股票 他的兄弟 不是他的这个类似的公司是这个吧 之前有提到这个公司已经找到这里的价格偏高了 所以呢 除非是长线吧 不然的话其实价格不是非常好 那这个是APD PPG 这都是原材料的 大家看一下这旁边啊 APD APD 可以适合 就是我个人我可以建仓 这是APD吗 中长线为止 还有个是PPG 挺适合做长线投资的 不过现在价格就是不是太好 这是APPG 然后是Facebook Facebook现在这个价格也不错 适合小量金仓嘛 小量金仓 然后 哦 等一下 在这里面今天关注里面还有些发电股吧 跟大家看一下发电股是第一个是PNW 啊 今天涨挺多了 然后是AEE AEE 然后是SRE 这两个旁边都非常的漂亮 科技股能还有一个是IBM 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中长线的股票 股息也很高 还有医药股里面有这几个DGX 这是个中长线不错的DGX 是做医药仪器的 那个实验室的检测 CNC也是相当不错 哦 今天又涨了 今天又涨了 这个可以可以 这个很不错 然后 还有一个是PGR 这个我前三个星期 两个星期 我有买了这个 这个长线 这个是Progressive 是保险公司 好 基本上这样子 那这个视频呢 我还是多讲几句 关于这个如何应对这种市场 因为我最近啊 主要其实这个视频就要想说一下这几个东西 我发现最近有些 不管是各个博主 我可以看了看一下 我的看法就是啊 在这种一直降的情况下 我个人认为如果要加仓的话怎么办 有两种策略嘛 第一种就是有的很经常在这种股市报价的时候不断的往里买嘛 很多股票 包括U了也好了 包括特斯拉也好 包括像这种东西其实不能再买 还是红色 就是说你看到他一直红色红色红色嘛 还有一个是特斯拉 他没有 就有些人他 有一种方法就是人家就比如他这样的时候嘛 他不断的加嘛 然后又是红色 这样又加嘛 又加嘛 又加嘛 那么我个人看法就是至少让他有个反弹 有个反弹 有个反弹的时候嘛 其实今天的话特斯拉 算是很勉强嘛 这种只能说小仓进场还不是很明显的反弹 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关键嘛 第一点就是要确定他的关键位置在哪里嘛 比如现在特斯拉是一个关键位置 就是第一次 就是这个到这里其实没有 没有嘛 一直不存在 直到现在今天 3月5号中午2点多的时候 我现在快收盘是吧 看一下 现在才是可以考虑的时候 而在之前700多在这里 其实都是不可以考虑的 这里没有什么明显的支撑位 之前这里有个很短的一个日线 但是如果说是中场性还不算 今天才是刚刚第一次有可以考虑 但是买的话要非常小心 因为他这个买家跟卖家还是打得非常激烈 就是 买个方跟卖方还没有 今天其实理论上讲是买方占多数 但是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个人比较安全法可以 可以可以小量开仓 然后接下来看接下来这几天怎么变化 我觉得很多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不断的越降 不断买 这样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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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 长期来看的话 一般没有什么好结果 你因为你一般来说要至少要至少等他反弹的时候 或者连续反弹个几天 这样子会稍微安全点 这是我的看法吗 嗯 对 还有什么来讲 我想想 反弹的一个一个是反弹的 哦 对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第一个就是说有个反弹的天嘛 至少能够 最好能够涨几天是最好的 什么叫涨几天呢 我给大哥 哦 my god 已经涨了1.6级的 这么多 OK 连续涨几天 看一下 刚才比如说 像我之前买的这个 你看吗 这是这是第一天吗 这是你两三天就这是连续涨几天吗 这就叫做有涨几天吗 像特上目前还是不是这样子 这低点 第二点是再来就是 有一种比较降低分险的方法就是分仓 就是分成多分几次买吗 不要一次性买 买的是第一次买的时候 看到接下来什么变化 等到下次他反弹的时候再考虑买 不要就是说大降不断降买 这才要反弹买吗 反弹之后再补进去 然后再补进去再补进去吗 这样子是会消安全点 好吧 就基本上这样情况下是2.30几分 我要考虑一下在盘在收盘之前 我要买一些今天要补一些东西 要补一些东西吗 就是不管是买个新的股票 或者说补偿也好吗 好 那么谢谢大家收看 那么下次再见 拜拜